各位線上的會員家人們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彰化金馬教育中心 靳雲萱 很開心公司今天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在這裡跟各位分享 我的保養方式 也是屬於今天的 幫各位介紹一下 我現在的 今天要講的開箱文 那今天開箱文的部分呢 我很開心 因為公司給我講了一個不一樣的課程 所謂不一樣的課程是什麼 今天就是要跟各位來分享 我們全系列的一個彩妝 那全系列的彩妝 為什麼要在這時候講 因為再來大家都知道 夏天了對不對 所以防晒很重要 那我們的彩妝也很棒 但是在講這些彩妝之前呢 其實我還是一樣很 希望可以跟各位介紹 一些東西 比如說像我們的試建組 因為這個我一定會介紹 原因是因為彩妝雖然做的 保養的很漂亮 然後彩妝畫的很漂亮 可是呢 清潔還是很重要 所以呢 我一開始還是要先跟各位介紹 我們的經典組的 我們的清潔試建組這個東西 那在清潔試建組完之後 我會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的嫩白 水量嫩白組這一個系列 這個系列算是我們的新商品 但是我個人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歡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用掉好幾組 真的 那這一組的特色 等一下我也會跟各位做分享 那剛開始 現在開始呢 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的清潔試建組的重點 好不好 因為在我們做任何的 不管你做保養啊 或者是做防曬 做彩妝 這方面的話 其實都需要用到這一組系列的商品 那這一組系列的商品呢 其實來講就很簡單 基礎性保養 可是非常非常的重點 重點叫什麼 因為我們裡面有包含了 我們的卸妝 對 我們的卸妝 然後還有呢 我們的洗臉 再來就是我們的去角質 還有呢 就是我們的面膜 那卸妝呢 這個東西呢 其實我自己非常推啦 為什麼 我非常推的原因是因為 它本身來講的話 它含的成分讓我很驚豔 在以往的我的保養概念 我的專業裡面 其實來講 很少會把成分用得這麼好 在這個地方裡面 那它這個裡面呢 它裡面有我們所常聽到的 就是所謂的人聲跟銀杏這種東西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來講話 一般用在保養品這麼 單價比較低一點的 其實很少見 通常會用在比較單價 比較高一點的保養品 檔次比較高一點的才會出現 那這個卸妝 我為什麼特別講 因為它除了卸妝之外 還有一個部分 它可以讓你皮膚會比較光亮 那光亮原因是因為什麼 我會把它當按摩霜使用 很特別對不對 因為其實一般人不會把它卸妝當按摩霜 但是我們愛多梅這一瓶的 卸妝卻也可以當按摩霜 但是使用方式呢 我簡單講 一般我們在卸妝卸完臉之後 做完清潔之後 如果你要做周期性護理的時候 我很建議把它擠一點點 大概一個銅板大小 十元的銅板大小這樣子 然後呢你就可以怎樣 在臉上做輕微性的按摩 那一周做一次 你會發現做完之後 皮膚會整個患然一新變很亮 非常的亮 那這個東西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這個是我們的卸妝 那我簡單講 再來就是我們的胺基酸洗面乳這個東西 也是簡單講 因為我相信很多大家都認識它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的是 它很特別 因為它叫胺基酸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豐富的礦物質 跟維生素的成分在裡面 那它裡面有加了一些就是保濕成分 所以讓你洗完臉的時候 不會有乾澀跟緊繃感 那因為它是胺基酸洗面乳 所以我們在使用它的時候 一定要讓它泡沫 戳出非常細緻的泡沫來 然後泡沫越細呢 胺基酸越多 深層度就越夠 可是一般的洗面乳 如果洗完通常來講 皮膚會偏下乾燥一點 可是我們的完全不會 那它是什麼人 任何膚質都可以使用 所以其實來講 我都很建議大家 如果沒有用過的人 一定要去用它 一定要試試看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簡單講的 我們的胺基酸洗面乳 那再來的話 就是我們的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叫去角質 但是去角質很多人 在一般還沒用過愛多美的去角質之前 在市面上你們應該都會用什麼 有顆粒型的 然後或者是說 一般的去角質可能是馬上戳 馬上會有出現角質這個狀態的去角質 但是我通常一開始我都會稱 我們的去角質是 沙隆級的去角質 為什麼叫沙隆級 為什麼 因為它不是一般的去角質 是馬上戳就一定會有 它是必須讓你在皮膚上做停留 那你停留的狀態下呢 才是真正的把你的角質 代謝出來 這才時候才真正的讓你的角質乾淨 那你皮膚才會有光亮 那你在擦任何保養品進去的時候 它的吸收度會增加 所以當你有做去角質的時候 你皮膚的光澤度會變很好 這是我們的去角質 但是有一個原則 大家常講 我們要三肝 對不對 不是傷肝 很多人都會以為是傷肝 但是實際上我們講 所謂的三肝就是什麼 手肝 臉肝 環境肝 這三件事情 因為它裡面有加 它是用黑柳樹皮的成分 去萃取出來做去角質的 那裡面呢 有加了所謂的衣油 肝油之類的東西 所以它變成讓你皮膚呢 在做去角質的時候 會有一個保濕度在 所以你做完去角質的時候 皮膚不會乾燥 所以很清爽 可是相對的呢 你自己去可以感受看看 你會感覺到 用我們的去角質 跟用一般的去角質的感受度 會不同 我們的去角質做完的時候 皮膚的保濕度很很好 那在擦任何保養品上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啊 皮膚的吸收度會增加 比你平常 在沒有做去角質的時候 在用的時候 效果更好 好 這是我們的去角質 那面膜呢 當然呢 就簡單講 面膜的話 有兩種做法 其實我都跟他們講說 這個是百變面膜啦 為什麼叫百變面膜 第一個它可以直接用 第二個呢 它可以怎樣 打底完之後 做完打底之後再用 那所謂的 直接用呢 就是什麼 針對比較像夏天到了 男性皮膚啦 油性肌膚啦 痘痘性肌膚啦 你可以洗完臉之後 直接就可以塗抹 因為它有再次清潔的作用 那第二個呢 它可以加強保養品吸收 跟緊緻拉體的作用的話 就是在你做完打底之後 所以就是基礎保養做完 然後呢 留一個很簡單的 營養霜或乳液在後面 那等敷完之後 然後呢 再怎麼樣 再把它做一個鎖水的動作 其實這樣的東西 其實非常好 那我很喜歡 為什麼 我發現我這兩天 持續的用了一個禮拜 其實我幾乎兩天都用一次 可是我發現皮膚變好緊緻 而且很亮 非常非常亮 光澤度很夠 因為它裡面的成分 所以我們的東西 都是屬於比較天然性的東西 比較偏草本的 所以大家可放心的去使用它 這個是我自己很推的喔 也是在我們今天開箱文裡面 一定要特別去講的東西 好 再來的話 我會推這個 大家 最近應該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 都去用過我們這個 水能量擺煮 這一個系列 那這個系列呢 我自己個人很推 原因是因為它實在太簡便了 太輕便 所謂簡便就是很簡單 就是而且保濕的效果 所謂呈現的有效成分 非常的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裡面呢 就是有一個就是我們的 嫩白精華液對不對 登登登 有沒有覺得很有質感 我們的裡面呢 是化妝水加精華液的成分在裡面 它是比一般的化妝水 比一般的精華液還要保濕度更高 真的還要更高 所以它裡面還有一個微膠囊成分 所以大家有看到一顆一顆的對不對 我曾有一個會員工我講說 為什麼拿到你的東西的時候裡面氣泡這麼多啊 我聽到的時候我一直笑 為什麼氣泡 因為他說搖不散 但是要跟各位講這不是氣泡 這個是微膠囊 我們特別微膠囊 微膠囊裡面加了很多的營養成分 而且呢這個膠囊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把活性成分鎖在裡面 所以當你擦到皮膚上的時候呢 它會直接跟皮膚接觸之後就滲透吸收 所以呢效果就更好 這個就是我們的精華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這一個 這個我好喜歡 為什麼因為光瓶子就很有質感有沒有 超級質感這種東西 然後呢打開裡面之後呢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是什麼顏色 粉紅色對不對 其實你知道那個粉紅色是什麼 B12的成分 有沒有聽過維他命B12 有齁 我跟你講 所以它對我們皮膚有達到什麼很大的一個滋潤度 跟保濕度 這一組裡面呢 最大的兩個特色我一定要特別說 因為它加了兩個很強大的成分 一個成分呢叫殺雞果 然後一個成分叫什麼 一個成分 對就是其實來講這兩個成分 我自己都非常的喜歡 就是白化素 那白化素是有美人素之稱 白化素是非常強大的一個用藥 很有價值藥性的一個產品 一個成分 那這個東西呢 其實來講的話 在這一個組合裡面 它可以做到修復 因為那裡面有很多的維生素 礦物質 礦物質 蛋白質 Omega-3 6-9-7-20 100多種的一個成分在裡面 就是營養成分在裡面 所以其實對我們皮膚有達到很多的一個 修復跟保水 所以保水度是非常高的喔 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讓你皮膚亮白 真的 非常很棒 所以呢 我在做完清潔之後 我會大量使用這個東西 然後呢 再來添加其他的產品一起用 那當然在這個用這個東西 這個產品之前 我會用一個 這個 這個 有沒有看到我們的黃金三秒水 對不對 很棒對不對 這個就是月桂噴霧 月桂保濕噴霧 這個保濕噴霧呢 它是來自我們激州島 97%的月桂葉 還有加上我們的神經吸安 我發現我們公司都很棒耶 我很喜歡 為什麼 因為全部都天然植物的東西 動得很安心 然後用得很開心 然後呢 97%的月桂葉 我一般會在我們的洗完臉之後就噴 為什麼 因為它叫黃金三秒嘛 所以三秒就是說 當我們洗完臉的時候 皮膚的水分 油脂是不平衡的 然後這時候的角質層是最缺水的 所以呢 我們要掌握三分鐘的時間 把皮膚的角質層含水量增加 所以呢 它就會在這個時候使用 當你呢 瞬間補充到角質的含水量的時候 你會發現 後面擦的保養品吸收度會提高 然後皮膚的緊緻度啊 彈性度也會增加 所以呢 它非常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當我們皮膚如果 洗完臉之後 會呈現敏感 對不對 因為那是因為缺水嘛 洗完臉之後 不平衡 所以呢 你把它噴上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舒緩 你這個狀態 同時補充水分 又同時做舒緩 所以是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建議各位 在洗完臉之後 化妝水之前先使用它 好 而且隨時可以做補充 不一定只有在這個時候 所以你可以早晚使用 或者是 你可以在 袋袋身上 夏天到了 隨時做補充 好 當然相對的還有姐妹品 所謂的姐妹品就是什麼 我們的 玫瑰噴霧對不對 很棒對不對 玫瑰噴霧雖然它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呢 夏天到了 我就會發現大家都很適合 可以去開始用它了 因為玫瑰噴霧這個東西 這一個呢 是屬於有點瞬間補水的一個概念 那玫瑰噴霧的話 有講出來一點 裡面大概20%的玫瑰精油耶 真的 那我一般會噴霧行 把這個玫瑰噴霧隨身帶在身上 因為什麼 因為不管是 我有上妝沒上妝 或者是我在冷氣房 或者是我曬完太陽之後 或者是隨時 我覺得皮膚乾燥的時候 我隨時就可以補充 非常好 然後呢 它裡面呢 不是只有水的成分 它裡面是加了我們的精華液 然後我們的營養霜的成分在裡面 所以它是多功能性的 而且相信上個禮拜 大家有看到了一個 就是我們的講師的分享 它是隨時噴都可以 正噴倒噴都可以噴 所以它是非常方便的 那沒有用過的人 我希望你們可以自己 待在身上隨時做補充 做皮膚細胞角質含水量的補充 好不好 這個推薦給各位 好 保養品講完了 但是呢 簡單的我講的很簡單 但是很重點 再來我會跟各位分享的是什麼 我們的防曬系列 我們愛多美好 大概有四種防曬系列左右 目前在台灣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我們最早期的 最比較常推出來的就是我們的這一個 防曬霜有沒有 防曬霜有一個是所謂的 我們有白皙跟裸膚這兩個顏色 那它的防曬系數呢 是在我們的防曬SPF50 50加加PA加加三個加而已 但是這一組 我其實來講 它早期推出來的時候 我就很驚艷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講塞一點 我常常有擦 我有擦防曬 因為我怕黑 因為我很愛白 然後我也很怕說 曬了之後會長斑 所以呢在防曬上 我會選擇的 一般有的防曬 它的係數高 但是相對的 我們密度會好 可是呢 有一個問題點就是 會比較悶 會比較偏油 那我們的防曬是完全是清爽的 那非常好用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之前有試過了啦 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做示範這樣子 好不好 那你們可以自己選擇 這一個區塊 選擇看看 這個是我們第一個的防曬 第二個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這一個 就是我們的凌翠換膚防曬乳 這個防曬乳也是後來新的 我們的新品 然後呢 它本身是SPF50加 然後PA++++ 是四個加 有沒有發現它的加比 剛剛還要再多一個加 代表它防UVA跟UVV的效果 會更好 更持久 那這一瓶防曬霜的話 它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成分 叫積雪草 哇 這個東西 我真的一定要特別講 為什麼 防曬兼具做保養 兼具抗氧化 兼具延環老化 真的 一定要用它 而且 它讓你能夠修飾膚色 打到防曬之外 而且又不油不膩 那你會發現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都很適合用 那積雪草是什麼 積雪草其實來講 我們講過名思義其實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植物蛋白質 就是所謂的植物 植物膠原蛋白 可以這麼說 我們稱它是這個的成分 那它的功效在哪裡 它可以讓我們 延緩我們的老化 那第二個 可以減緩我們皮膚不適 修飾 修護一下敏感的問題 然後抗氧化的作用 所以非常的棒 那擦起來呢 它的延展性很好 大家相比 如果有用過 大概可以知道 它的延展性非常好 而且吸收度也很高 然後上起來呢 它也不會有有黏黏的 不舒服或悶 所以有時候 妨礙係數越高呢 有一個缺點就是什麼 會悶 悶了之後呢 就容易長痘痘長粉刺 可是在我們的防曬系列裡面 都是公司都很精心去設計這個東西 讓它就是屬於比較 任何人都能用 在天氣炎熱的情況下 都可以去使用這個商品 所以呢 我們這一個 是我們的 凌翠換膚防曬乳 有機會 大家沒用過的 趕快買 趕快試試看 好不好 再來的話 我要跟各位介紹的 就是我們的 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 有沒有看到很小 非常小 這是什麼 這個是我們的 物理性防曬霜 防曬膏 對不對 這一條 這一條呢 我要特別講是 現在的人喔 皮膚都很敏感 非常的敏弱 那很容易因為擦防曬呢 皮膚產生的不舒服現象 這種皮膚型的人 我都會建議他選用我們這一個 有沒有 我們的物理性防曬霜 那物理性防曬霜 它係數也不低喔 它是一樣是 PF50 SPF50 加加 PA++加 所以實際上它防曬係數很高 可是很多人覺得說 我敏感又差那麼高 其實這一條是可以的 因為它是用物理性 反射跟折射的概念 讓你皮膚不受到刺激跟敏感 所以呢它就可以讓你皮膚達到防曬 防曬的作用 所以它又有舒緩的成分 裡面又加了非常多的草本植物 所以呢對像敏感性肌膚來講的話 它有加分的效果 所以當你們如果偏向皮膚 比較敏感型的人的話 我會非常堅引用 然後裡面呢是粉紅色的 有沒有看到粉紅色的 好這樣子看得到嗎 粉色粉色的 好粉色的東西知道是什麼 粉色的東西其實來講 這是乳肝石的成分 那乳肝石的成分有一個好處 它也是一樣有抗氧化抗老化 然後呢也是讓你擦起來 就是很清爽不油膩 然後非常的自然 有一點修飾皮膚 所以其實如果說皮膚偏向敏感型的 自認自己皮膚的話 比較容易過敏或敏感的話 就建議用物理性防曬是最安全的 也是最適合的 好不好 希望各位可以試試看喔 真的很好用 因為我自己也還蠻喜歡公司的防曬系列 然後呢再來呢 我要跟各位推的最棒的這個東西 這個你們沒用真的會後悔 這個叫什麼 就是我們的珠光隔離乳對不對 好這個呢珠光隔離乳呢 其實我把它當成 叫以前我在做化妝品的時候 我把它當成它叫試底乳 真的妝前乳叫試底乳 那所謂的試底乳跟妝前乳 意思就是概念就是你在上妝前要使用的東西 它有幫你做隔絕張東西 空氣灰塵之類的 所以呢你有擦了這個珍珠隔離乳之後呢 你會發現珠光隔離乳之後呢 你在上防曬有顏色的彩妝類的東西 會幫你做保護皮膚 然後隔絕張東西 空氣間的污垢 然後呢你會發現有一個保護屏障出現 那裡面呢 我跟你講它不是單單只有做隔離作用 它還有一些保養的成分在裡面 因為它裡面加了那個我們的玫瑰水 所以會有淡淡的玫瑰香 然後呢還有加了我們的西印度櫻桃 印度櫻桃是什麼 是一個非常 維他命C非常高的成分 所以當你在使用這個產品的時候 它兼具的可以讓你怎麼樣 保濕防曬兼亮白 所以效果非常好 那你也可以全臉用 你也可以局部用 局部就做T字帶的打光 所以會讓皮膚感覺呈現比較亮一點 那如果說今天呢 你覺得說你臉比較小 你不夠飽滿的話 就建議你可以全臉一起用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那你也可以局部 在你所有防曬完之後 再局部做加強重點用 很好用非常棒 所以呢 在做記得跟各位建議就是說 在擦我們所有的彩妝保養品類的東西的時候 彩妝品的東西的時候 之前先用這一瓶 用完之後我們再來上我們的 比如說BB霜 氣墊粉餅 然後或者是其他的彩妝品這樣子 幫皮膚阻絕 形成一個保護膜 讓皮膚呢 不受外界的影響 或者一些髒東西去影響到皮膚的狀況 好 這個分享給各位 這個是我們非常棒的東西喔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跟各位分享一下 今天要特別講彩妝 然後講防曬 原因是真的夏天到了 我希望把這些好東西都分享給各位 這個是我們的BB霜 BB霜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對它的感覺可能沒有那麼的好 為什麼 可是因為它只有一個顏色 但是你們錯了 它是任何膚質都可以用 每個膚色都可以用 因為它有一個 它會隨著 我都稱它為光感一個成分 那這個成分 可以隨著我們每個人的膚色溫度去做調整 所以大概十分鐘之後 你塗上去的時候 它會隨你的皮膚的溫度去調整 為你適合你的顏色 會非常的好 那它本身是SPF30 係數算比較低 可是我稱它為功能性防曬BB霜 為什麼叫功能性 因為它裡面加了熊果素這個成分 熊果素呢 一般我們都會用在美白品的裡面 很少會用到防曬品裡面 可是公司很特別 把美白的東西放在我們的防曬品裡面 那用一段時間之後 如果你會發現 兼具的什麼 兼具的防曬跟美白的效果 那你會感覺到 皮膚的不均勻現象 也會慢慢的有很明顯的一個改 一個明顯的一個狀態出現 你可以看得到 所以它是屬於功能性的 所以是非常好 那怎麼用 大家如果還教各位一個小技巧 如果說你覺得它顏色有點偏暗的話 如果你本身皮膚比較偏白的話 我會建議各位 可以跟我們的白皙 有沒有防曬霜 1比1搭配在一起 然後呢 兩個均勻和在一起之後呢 你可以把這個直接 就直接拍打在你的臉上 那 教各位一個小小技巧 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不太會去用 如果你皮膚偏像是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搭 好 這個是新的 我們想示範一下好不好 真的是還蠻不錯的 一點點1比1的方式 不要用多1比1的1 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亮 好 然後呢 我們的BB霜 也是 一點點 不要多 真的 因為BB霜很耐用耶 我用一瓶BB霜 前兩天在跟我夥伴分享 我一瓶BB霜可以用好久喔 怎麼辦 公司的東西實在太划算了 真的 把它們兩個輕輕和在一起 針對皮膚 如果你覺得你皮膚是比較亮一點的人 比較白一點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搭 然後呢 你就把它拍一拍 塗在你想塗的地方 用輕拍的方式喔 不要太大力喔 輕輕的 拍勻它 拍勻它的時候 各位 我們手上就是一個那個什麼 超音波導入儀 我都常常講 我們的手就是超音波導入儀 那你用什麼 拍的是不是很自然對不對 很均勻的對不對 請用手掌的溫度把它帶過去 手掌的溫度你把它帶過去之後呢 來各位 請看一下有沒有很自然 有沒有 很漂亮對不對 很自然 然後呢 跟我另外一隻手會差很大 對不對 落差就差很大 兩隻手就差很大 所以你看 有差跟沒差是 但是你看得出來的嗎 不均勻嗎 或者是感覺它很暗嗎 其實不會 所以呢 我都跟夥伴講 其實你們可以這樣子用 或者說皮膚比較偏向暗一點的話 你就打我們的 這一個 我們的裸膚顏色 或者是呢 把自己升等 升級一下 用我們的凝翠換膚 防曬霜 這一個互相搭配 一樣可以搭BB霜喔 這樣子用 你會發現用起來 膚色會變很透 很裸妝 尤其是你搭了我們這一瓶之後 這一瓶跟我們的白皙互搭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皮膚會呈現白皙透紅的顏色 而且非常漂亮 這個是我給各位這個小小建議 大家都可以試試看 因為我們的產品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好用 再來呢 我一定要推薦一樣東西 防曬講完之後呢 我一定要推薦一件就是 氣墊粉餅 真的 這個東西雖然是我自己來講 我現在 以前講真的不上妝 但是呢 自從用了它之後 我都上妝 一定要用 為什麼 它讓你看起來不像上妝 讓你感覺起來沒有妝感 讓你起來是一個很透亮的 而且很自然的薄薄的裸妝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東西 而且呢 我們的氣墊粉餅呢 它不是只有單單 是只有粉餅 它是有營養成分的 它是有營養成分的 所以當你在使用我們的氣墊粉餅的時候 它是順便補充我們皮膚缺水的 或者是缺滋潤的狀態 可以讓你皮膚擦起來是很透亮的 這個呢 裡面是一個海綿 這個東西 這個氣墊粉餅的話 我個人喜歡推移 原因是第一個 它結合了我們一般的 就是所謂的粉底液 又加上了我們的粉餅的概念 可是呢 它呢 擦起來呢 不會油不會黏 然後定妝率又很高 持久性 然後你會發現 上起來之後服貼度又高 對 然後修飾性又好 所以當你如果說 不想要讓有厚重感的人 或者是你想要修飾你皮膚的話 其實我跟你講 我們的氣墊粉餅最適合 絕對沒有惡化可說 所以我非常建議各位 那怎麼用呢 我跟妳講 第一個 下手不要太重 真的不要太重 你太重的話 它就會變得很多 那上起來就不均勻 那我的習慣呢 我會輕輕的 輕輕的 輕壓 輕壓有沒有 它會有一點 它會有一點點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呢 我跟你講 不要多沒關係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在手上 記得一點 輕壓的方式 我的習慣 我會壓推壓推 這是我以前的做法 我就會壓推壓推 為什麼要壓推 因為你只有輕壓 輕壓 輕壓它會一坨 可是你壓推壓推的時候 它會邊推勻 然後邊壓上去 然後你會發現它的自然感非常重 然後你會感覺到很漂亮很自然 而且很均勻 有沒有 你看 完全看不出來 我有上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隻手 應該就差很大 好 兩隻手就完全是不同的一隻手 對不對 同一個人 可是我是一個人 對 好來 有沒有所以呢 是不是就是很漂亮了 所以原則上的話 我們在上這個的話 不要太大力 輕輕的 那還有一個技巧 跟各位講 我在上這個時候 你如果不要讓人家看起來 你裝很厚的話 告訴各位 下手從哪裡下 從腮幫子旁邊 這邊開始下 然後呢 這邊開始下 往中間 然後在我們眼周跟T字帶的地方 越薄越漂亮 我說不要打太厚 了解嗎 所以你怕你下手太重 就是從旁邊 靠近法際線的地方 開始去下 然後再往中間推 你會發現越來越自然 非常的好用 因為這個話是現代人 講實在一點 有點懶惰 但是又方便又簡單的東西 可是隨時出去就可以隨時補充 可是你會感覺到 氣色會比平常更好 持久度也很高 所以當你上完之後 你不用擔心 一整天會脫妝 所以非常建議給各位 沒有用的人 趕快一定要下手買一個 為什麼 你沒買你會後悔 好不好 然後呢 裡面呢 一組裡面會還有一個補充品 所以呢 是非常划算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 因為我也不知道用了幾組了 我也搞不清楚 對 所以因為太划算 那裡面還有一個補充的 所以非常誠心建議 我們的會員們 真的自己試試看喔 有顏色可以挑 你們自己可以選自己喜歡的顏色 好來 最後呢 我要跟各位的介紹 最慎重的兩樣東西 因為一定大家都會忽略掉這個東西 為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潤色護唇膏 跟一個水嫩護唇膏 這兩東西的話 是我平常每天都一定要有的東西 好 我用的非常多 好 但是一定要用它 因為我是一個呢 上飽口紅的人 就是所謂的淡妝的人 對 但是呢 我又讓平常不可能 我天天 兩三一點 我一定會讓嘴巴的氣色比較好 那我平常呢 一個習慣 就是兩樣東西都一定要有 一樣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潤色 護唇膏 就是這個 有沒有發現它淡淡的粉絨色 非常漂亮對不對 所謂的淡淡的粉絨色 非常漂亮 那這一隻呢 其實在其他專櫃 我跟你講 非常貴 因為我買過 真的很貴 可是在愛多美 真的太物超所值了 我在其他專櫃 我買可能買一個 這裡可以買兩隻到三隻 太划算 所以呢 我非常喜歡 那還有一點 我們這裡這一隻 潤唇膏裡面有50%的 含水量的精華液在裡面 非常足夠 而且呢 它有玫瑰的成分 所以呢 當你們自己在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嘴巴的水潤度很高 第二個呢 它會隨著我們的 唇色的溫度會改變 然後你會發現 整個唇部的顏色就會很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很特別的 而且它裡面有 我們常聽到的 所謂的蠻蠻巴油 茹果油 那這些都是屬於 不飽含 不飽含 脂肪酸 對我們人體都很必要的 胺基酸之類的成分 所以可以滋潤到你的唇部 那這個是我會在白天擦 那這一條呢 我會在晚上擦 為什麼 因為它是 不是 它沒有顏色 但是這一個我一定要 晚上睡覺 為什麼一定要擦護唇膏 第一個 你們想當那個什麼 楊婆婆嗎 就是嘴巴一條一條這樣子嗎 對不對 如果不想當楊婆婆這天晚上 一定要趕快下手買這一條 為什麼 晚上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的嘴巴會因為 在睡覺當中會 如果吹冷氣的話 或者空氣乾燥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嘴巴會變乾 那嘴唇會變乾 那當你嘴唇變乾的時候 你的色素就會沉澱 再來你會發現 你皮膚 你嘴巴的顏色就會變很暗 不好看 所以呢 上其孔也不漂亮 所以這一個呢 可以在晚上洗完澡之後呢 睡覺前就每天塗抹 你會發現每天塗抹之後 隔天早上 嘴巴會變得很水嫩 非常非常水嫩 如果自己有在上妝的人 你會發感受的最明顯 所以呢 這兩樣東西 非常誠心的推薦給各位 一定要把它攜帶在身上 隨時做補充 當你今天如果不上口紅 沒關係 我們的玫瑰 潤唇膏可以當口紅用 前則一樣 這個先當打底 之後這個呢 再上上去 你會發現你可以維持一整天的水嫩感 而且氣色會特別好 好 這個是我今天跟各位的分享產品 那今天因為分享產品 蠻多的都是彩妝還有基礎的保養 這是我今天對大家的一個開箱文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裡喔 謝謝各位 好 非常感謝我們俊雲萱鑽石大師帶來這麼多專業又精彩的產品介紹 那相信很多的朋友迫不及待都想要訂購產品回來使用了對嗎 那我剛剛有看到留言喔 非常多的朋友都稱讚俊雲萱鑽石大師的皮膚超美的 然後介紹的超專業的 果然像我剛剛介紹的一樣的 他是非常專業的 那相信現在線上很多的朋友呢 都想要有問題想要來問我們的 俊雲萱鑽石大師 那我這邊有看到一位就是 陳玉娟會員 她在問呢 用完玻璃絲面膜之後再加 再上營養霜 點霜營養霜對嗎 那我們請俊雲萱鑽石大師來幫我們解答一下 玻璃絲面膜用完之後再上這些東西 是不是啊 我的建議是這個是對的 為什麼 因為你玻璃絲面膜你拿掉之後呢 其實來講很多的營養成分 在你之前就已經有點讓你就是 藉由面膜它吸收了 可是這時候呢 你如果拿掉之後呢 你沒有上一個油脂性的 就是所謂帶一個滋潤性的東西的時候鎖住它 那你剛還敷的面膜的 裡面的那些精華液就會流失掉 就很可惜 所以呢實際上會建議 不管你是擦個營養霜或乳液都可以 這是OK的 希望這樣的回答你可以滿意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位夥伴呢 他問到 請問美麗的中心長 水嫩亮白插完能夠再抹淡斑精華液嗎 所以嫩白煮這個系列 其實應該淡斑精華液的做法 我的習慣啦 我會建議在你化妝水完之後 就是在我們這瓶精華液擦完之後 這瓶精華液擦完之後 擦完之後你再擦淡斑精華 但是淡斑精華擦完之後 才是擦我們的這個嫩白霜 好不好 才是擦嫩白霜 不要在這個兩瓶擦完之後再用這樣子 因為畢竟來講淡斑精華的分子量比較細小 所以它的吸收效果會比較快 所以我會建議在化妝水之後就使用了 如果有安平更好 可以搭上安平的效果會更明顯 可以給你一個建議這樣子 對 產品的使用順序真的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會影響你皮膚的吸收度 那接下來還有一位會員有問到 男生級油性肌膚適合哪款防曬乳呢 男生的話其實 如果男孩子比較偏向油性肌膚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他用這一個 其實這兩個都可以用 這兩個 就是我們的防曬霜跟我們的凝翠換膚都可以用 那如果男孩子常常在外面跑 我會其實讓他更清爽 然後讓你的皮膚質感更好 我會建議你兩瓶搭配幾用 為什麼一加一 反而來講 第一個不會讓你感覺太乾燥 或者是讓你太滋潤 但是我覺得兩個同時當中又可以保養 又有防曬還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延緩你老化 因為在外面會所謂的光老化問題 就是常曬太陽所造成的 那這時候你把防曬做好的話 其實男生也可以變形藍 真的很適合可以試試看 哇 想變形藍嗎 想變形藍的話 你就試試看這樣的方式 那會讓你的膚色更加的健康又帥氣 好 那我們今天的問題呢 就先到這裡